台湾疫情嚴峻外送員嘴上喊怕 但為了工作還是身不由己 只能加強防範 但有業者祭出新規定 最近有購物網站公告 不僅是醫院不配送 就連醫院周邊一般的住戶 也暫停配送 某某購物網24號晚間 在會員中心公告 針對貨物 醫院和周邊都沒有配送 另外大型家電 岩漿暫停 萬華全區 以及板橋和中和部分地區 引發外界關注 好像有點太過了 因為不能說 就是在醫院附近就不送 而且其實基本上 這邊附近的距離 就是也沒有到那麼的近 其實不會吧 因為現在疫情 就是本來就是蠻危險的 所以我覺得蠻正常 而且不是長期的 對此某某購物網 發出最新聲明 強調雙北醫院都有配送 但會統一送到收發室 也把醫院周邊不配送的字眼拿掉 而大型家電配送安裝 也維持暫停萬華全區和板橋 其中和部分區域 也強調相關的事宜 都是公司配合的 宅配業者要求 大型家電暫停配送 就是因為會進到客戶家中 風險相對較高 PC Home也公告 大型家電暫停了 五個區域 道府安裝服務 另外雙北的部分地區 也暫停配送上樓服務 畢竟疫情期間 減少接觸 就能降低不必要的風險 努力 好